大陸現在有很強的企圖心 能夠進一步去發展 在月球上的探索活動 因為月球它本身有這個水兵資源 也有氧跟氫 具有可以讓人類生存的這個條件 太空人跟你回報 說他聽到了連續持續的奇怪的聲響 那有沒有可能是星際科技快爆炸了 然後你居然告訴他說 沒什麼不用太擔心 NASA都不可能 也不應該用 沒什麼需要太擔心的這種話來回答 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的是 美中印現在在太空上面的競爭 美國波音公司星際科技 大家還記得嗎 6月6號當時說抵達了國際太空站 原本說我們停個8天 結果就要返回地球 所以因為飛機出現技術問題 太空人一共是兩位 一直停留在太空站 到現在已經快要3個月的時間了 壓力真的非常大 然而8月30號這一天 太空人這位叫做威爾默爾 他聽到了一個特殊的聲音 他向休斯頓做反應說 聽到連接太空站的星際科技 一直傳來奇怪的聲響 所以我們這集要帶大家來關心 接下來美中印在太空領域 特別是月球資源的爭霸進度 先來看到這位太空人通報的奇怪的聲音 外界就說難道是外星生物嗎 對此NASA就說了 你不要需要太擔心 這個沒有什麼 真的是這樣嗎 大千委員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看到NASA的這個回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那這不外乎只有兩種情況 當然第一種就是NASA為了粉絲太平 所以他就當作沒這回事 但是自己私下開始進行調查 那麼第二種就是NASA真的是太大意了 他完全不把這當一回事 我不曉得NASA為什麼會做出這麼一個奇怪的回答 因為大家想想看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各位知道就是說 這個太空人給你回報 說他聽到了連續持續的奇怪的聲響 各位知道這個太空人 他不是站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車水馬龍裡頭 所以他有各式各樣的雜音 他也不是站在台北的西門町 所以你說你聽錯了 你沒有聽到 這個完全沒有這個聲音 他不是 他才是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他在外太空裡 當他聽到有聲響的時候 那不外乎只有幾種可能 第一 預行 如果沒有聲響 我先講 如果沒有聲響 他幻聽 他幻聽了 就是太空人原本在那裡頭只要待幾天 現在待了三個月 他可能精神壓力 身體狀況有問題 所以他幻聽了 那幻聽了怎麼會沒什麼需要擔心呢 當然需要擔心 這是第一種可能 就是完全沒聲音 就是他自己聽到了 幻聽了 第二種可能是真的有聲音 那真的有聲音 又有各種不同的可能 比如說他聽到了星際科技裡頭 發來持續的聲響 那有沒有可能是星際科技快要爆炸了呢 他裡頭的這個儀器出了問題 然後他發出很奇怪的聲響 然後你竟然告訴他說 沒什麼不用太擔心 那他不就要葬送在外太空了嗎 那更不要講說第二種可能了 就是說如果今天外太空 真的有什麼樣的生物存在 當然 異形最近的那個 票房還賣得挺好的 但是問題是 我想 我想這外太空人 還不至於這麼倒霉吧 就在我們的太空站裡頭就碰到異形了 但是問題是 他總是有個理由的嘛 所以我要講的這個邏輯就是說 這件事情既然他能回報 總是會有一個源頭 而這個源頭不管是這個太空人 他自己出現了幻聽 或者是真有這樣的聲響 NASA都不可能也不應該用什麼 沒什麼需要太擔心的這種話來回答 嗯 好 針對這起事件到時候有最新的進度 我們跟觀眾朋友來持續做報導 不過我們來看到這個美中在月球競爭 一直都非常的激烈 兩國現在看準的就是月球南極的一個水兵資源了 我們先來看到陸方的部分 大陸未來它的長二七號八號任務 是放眼月球南極 北京希望2030年前就能夠載人來登月了 最終要在南極這邊建立國際基地 美國一樣也是希望能夠設一個基地 阿提米斯三號任務 他出了這個計劃說 2026年下半年要繼1972年阿波羅任務之後 再度要送太空人登月 好 如何觀察在美中強國太空競賽之下 月球南極現在如此的競爭 好 第一個為什麼是月球南極 首先這裡因為月球南極它本身有水兵資源 就像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第二個它這裡也有氧跟氫 所以被認為說是可以讓人類在這裡 這個具有可以讓人類生存的這個條件 而這就讓這些太空強權思考 是不是可以在月球建立一個長期的基地 同時以這裡為基地 進一步到太陽系的其他行星去探索 這是為什麼大家現在都把眼光放到月球南極的原因 那麼講到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的太空競爭 光是就登陸月球這件事情 雖然美國是最早登月的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已經沒有再有這個成功的登月活動 相反的中國大陸從2013年第一次登月 當時是嫦娥三號 到現在已經進入了嫦娥六號 在月球的正面跟背面都有過登陸 而且是在美國跟蘇聯之後第三個 從月球採樣回來的這個國家 那當然這就使得大陸其實非常 現在有很強的這個企圖心 能夠進一步去發展這個 在月球上的這個探索活動 以及甚至是進一步建立基地 那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的競爭 不只是這兩個國家的太空競爭 而且是涉及到各國的結盟 因為美國有這個阿提米斯 它的這個協議 阿提米斯協議就是說 各國能夠擴大原有的外太空條約 然後在月球上能夠擴展他們的探索活動 最重要它核心的一個概念 是要建立一個叫所謂的安全區 在這個安全區內 這個建立安全區的這個國家 就享有一個優先權這個概念 其他國家如果要進入這個安全區 就要征得原來最初建立安全區的 這個國家的同意 那當然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就不同意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所以他們又聯合了其他十多個國家 形成另外一個結盟團體 那也要在這個月球上去探索 那所以說未來是不是這兩個集團 到底誰先能夠在月球南極建立基地 就變成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因為成功的建立基地之後 當然就可以進一步去提出他們的一個主張 去落實他們的主張 可是不管是誰能夠取得這個先發權 我們看到第一個 根據原來的外太空條約 所有國家在月球上的活動 都不能夠排除其他國家的參與 它不能為一個國家去服務 它是要為所有國家去探索跟經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未來如果雙方真的短兵相接 可能綿密的外交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只靠單純的法律條文是不可能讓它落實的 特別是在這麼遠的一個外太空 要如何去執行它 最後還是靠這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的溝通 找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好不只是美中兩大集團這邊拉人在做競爭 我們再把另外一個國家 南亞國家的印度也拉進來說 也在參與在這場太空競賽的賽局當中 先來看美國的部分 美國的NASA在2019年當時公布了一項 Viper新月球車任務 原本計劃2023年末翰著陸期一起發射 並且降落在月球南極附近 會花100天來尋找月球的表冰城的成績物 但是最後延遲到2025年9月才發射 印度的部分月球三號探勘船 發現月球南部有以前岩漿累積的地方 總理莫迪他覺得說這個政策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把這個放在自己的重要政績裡面 或許他認為2026年就可以來執行登月的任務 將月球南極樣本帶回地球來做分析 印度有沒有可能超越美中呢 現在說美中在爭嘛 那印度的部分再加進來 張建老師怎麼看 這個印度你不要講別的連奧運金牌都打不過 香港你今天還希望在這個地方爭雄 你投入的資金以及基礎的設施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今天這一段的 這個就是來問我的問題 讓我覺得好像有點走錯旁 但是我是覺得他有很多東西流於口號 也真的是很難 這個東西你要耐得出寂寞 當初搞兩旦一新中國大陸的時候 那些去投入的人從來都是想到 他可能這一輩子的名字都不會再被人提起 科學的研究走的是一個非常寂寞長遠的路 當年在NASA去開始從雙子星阿波羅一路的計劃 那個裡頭犧牲的人有很多人 他甚至整個改變了他一生事業 整個變化的軌跡跟曲線 那個不是說是今天哪一個具有雄心的 就是政治人物然後決定超音感美 這我好想起以前好像也有這麼一個口號 對不對 無產萬金 這個拜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科學是真的是非常硬碰硬 中國大陸花了很多年的時間 才要總算講出那句科學發展觀 那些是非常硬碰硬的 我只是想到這個說是現在想到雄心萬志 覺得可以超音感美 然後可以超中這個感美 聽聽就好 同樣一個問題再請教大謙委員怎麼看 剛剛蘇老師特別提到說 現在美中競爭拉著兩大集團 拉著其他國家一起在上面要建基地 也許先可以搶下話語權 你認為現在來看誰的機會比較大 現在當然很難講 不過中國大陸的航天科技的發展 已經可以跟美國 還有它的那些西方盟國可以相比名了 因為就如同剛才張青老師所提到的 中國大陸花了三代航天的時間 打造出今天的航天科技的成果 而且中國大陸在這三十年 這三代人的努力裡頭 有太多的無名英雄了 他們沒有得到任何來自於西方國家的航天的技術 就完全靠中國大陸自己的人這樣不斷地投入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才有今天的成果 所以其實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並沒有打算跟美國在太空爭霸 我一直覺得美國這個國家是個很妙的國家 他就任何 覺得全世界全宇宙都不可以有人跟他爭霸 就有人稍微靠近一點他 他就覺得這個要來跟他爭霸了 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打算要跟他爭霸 沒這回事 是美國自己把他一廂情願地認為 中國大陸威脅到了他的地位 所以我常常講美國管全地球就算了 他現在也還要管全宇宙 他把他自己真的是當作那個什麼復仇者聯盟了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 中美在太空領域的最新的佈局動態 我們先來看到波音的部分 大家記得嗎 6月初當時他用這個星際飛 傳送了兩名太空人上國際太空站 但是因為推進期那時候有故障 所以到現在到今天都還在外太空 都還沒有回到地球 讓NASA當時是宣佈 兩位太空人將會在太空站一直待到2025 就是明年的2月份才能返回地球 原本8天的一個行程 後來沿道變成了整整8個月太空滯留 最新消息NASA做了一個決定 好 重大決定 他就說不再甩這個波音的面子了 24日宣佈呢 2025年接下來2月份的這一次計畫 會改成的是 馬斯克他的Specs X旗下的飛龍太空船 來載兩位太空人返回到地球 NASA現在決定讓Specs X去營救太空人會重創 波音目前的聲譽嗎 波音還有辦法再重鎮嗎 華乾哥怎麼看 好 我們在上次就已經講到說 23號是最重要的 因為波音要跑完 STARLINER所有的數據才能夠知道說 我可不可以讓那個STARLINER回來 或載著這兩名太空人回來 當所有幾百萬的數據在電腦裡面跑過之後 現在23號已經確定了 24號宣佈 所有NASA的這個重要的成員投票 不能用STARLINER 必須要真的到最後方案 什麼叫最後方案 最後方案叫做明年2月 讓那個馬斯克的Specs X 載他們回來 那你說這個就真正把 我們當初的8天變8個月 這個等於是一語成稱 發生了真實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波音私底下再三強調說 我們已經可以確定STARLINER 28個發動器裡面 推進器裡面 有5個是不是出問題 我們用數據跑過了 修好了 波音說我修好了 還有你們擔心的 駭氣外洩問題 駭氣外洩會影響什麼 會影響它的姿態 然後推進器故障 會影響它回到軌道的姿態 這兩個 他們在電腦的數據裡面 跑完說 基本解決 NASA最後還是決定 我們不能冒這個風險 我們不能冒這個風險 因為這兩個人是人命 那STARLINER怎麼辦 他還在國際太空站呢 他自己回來 他用自動駕駛回來 你讓這艘船空船回來 那本來這艘船是要在回來的過程之中 也進行測試的 有太空人來測試 他說那現在測試取消 其實STARLINER它上去 在星際飛機上去 它是有很多任務在身上的 要有太空人來做 那你看Williams跟Williams這兩位專家 這兩位 其實他們兩個八天變八個月 他怕不怕 他其實沒有那麼怕 為什麼 Williams他有178天的在太空的歷史 就是說他住過100總共加起來 那現在再叫我住個三個月四個月 他其實 其實太空人的心理建設非常重要 會不會害怕 Williams這個女太空人更厲害 他月球漫步50 不是 就是軌道漫步 他有50天 50小時的紀錄 然後Williams他待在太空的時間 快要一年 總計322天 這兩個人其實都是學有專精的 他們非常有訓練的 可是現在就投射到說 我們太空人回不來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波音 波音我們真的不曉得什麼 江河日下 我們只能用這四個字來形容它 為什麼 因為太空也出了問題 你那個波音777才剛剛出問題 說竟然那個就是 引擎跟翅膀之間的那個連結的 那個卡榫竟然發生裂痕 飛機出問題 太空飛機也出問題 你知道他們2023年賺了多少錢嗎 他們總共的營業額是249億美金 包括太空跟國防 那營業額249美金 全整個集團的營業額是777億美金 它還是美國最大的國防承包商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波音還是等於是一檔獨大 但是它在很多細節方面 尤其是那是非常關鍵的 波音777要是真的因為引擎掉下來摔到地面的話 你是全球生育你都賠不起 對 然後Starliner你要是兩個太空人你回不來的話 那是不是更慘 對 這件事情就讓人家覺得說 波音你真的是你要從頭檢討 因為如果說現在是NASA還給你信心 還給你這個寄望 可是如果現在真的要讓SpaceX 就馬斯克的這個獵鷹載重火箭 把他們載回來的話 那你波音的這個Starliner的後續計畫 不是就等於非常困難的話 那你就整個合約要交給別人 那就是美國的工業史上的一大笑話 好 我們看到這個波音都說沒問題了 但是NASA還是選擇 接下來可能會由就是SpaceX來做營救 現在看起來已經NASA已經有解了 接下來會派這個飛龍號去營救 但是其實還是有其他的問題要來做克服的 這是來自於紐約時報的報導 說NASA特別指出了 這兩名太空人目前穿的還是艙內太空服 也就是它是由波音星際客機所特製的 所以現在是看SpaceX的飛龍號 是有相容性的問題的 所以NASA也開了這個緊急會議 它現在提出了兩個方案 正在考慮讓第一個方案 兩名太空人就不穿艙內的太空服 來返回地球了 這是第一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它認為是更安全的方案 就是透過SpaceX的下面的Crew9的一個任務 將兩套艙內的太空服直接送到國際太空站 然後同一個時間派兩名機組人員來出任務 留下兩個空位給現在目前被困住的兩名太空人一起再返回地球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服裝也會是這個太空人接下來返回地球上面的一個問題嗎 這個問題到底有沒有解 事情能夠順利嗎 能夠讓兩名太空人真的回到地球嗎 張介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美國發展航天活動 它並沒有建立所謂的標準化的規範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在航天事業後來適應企業開始進場預備 就是分始這個原來由NASA工部門所一手掌握的這個大餅之後 因為技術的獨占性以及就是各個私營企業以非常自私保護自產權的心理 所以它的資訊共搶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這個社群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說你這個東西跟我這個就是太空服 艙內服沒有這些相容性 因為那個太空服不是光一個服裝 裡頭還有很多的附屬機械 如何能夠有這個相容性 確實有它技術性的困難 但是你說能不能到了最後能夠解決 我覺得還是有 只是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要穿著這個艙內的太空服 假如換成另外一個形式 也有最基礎的訓練 到底來不來 不是說你給你換一件衣服 你就可以立刻來穿 但整個事情就發現 這個美國在經略航太事業上來講的話 在處理很多的問題上 它缺乏所謂的備案 也就是Plan B 也就是今天都有了問題 然後離時 對不對 有了問題再做解決 對啊 就是已經開始拉肚子了 才去到處找衛生紙那種感覺 對不對 你都沒有事先想到萬一它出錯 他們都認為絕對是萬無一失的 但是這裡頭牽涉到有很多商業的東西 你今天要是SpaceX了 飛龍號把它接回來的話 馬斯科的企業的股價一定會漲 對不對 波音呢到現在為止 你現在看到生育是滿臉豆花 可是波音的股價有沒有嚴重的跌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觀察 所以今天不是光是大家想到說是 它這個臉上是不是的光彩 而是真正它的企業的營運者 是考慮這些的因素會不會影響到 它資本市場的真正的運作 那個等到資本市場的運作之後 你知道那就是真正的會影響到 它真正去執行這些問題的決心 人家講美國它的商業天天在打失對卡 律師這個就是會計師 都天天在打失對卡 就是這個緣故 好看完美國方面我們也來看看 目前中國大陸在太空領域的佈局 現在是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 長二五號月囊研究的新發現 他說呢一噸的月囊 可以產生大約51到76千克的水 專家認為這位未來月球的科研站 還有太空站的建設 可以提供重要的一個設計上面的 一個重要依據 在月面取得水 對月球基地建設來說很重要 也為人類進一步探索太陽系 獲得重要的資源來說也很重要 請教將軍我們來特別看到的是 中國目前在月球表面搶佔的份額 美國在月球探勘競賽 目前的進度又是如何 有遠落後於大陸嗎 我認為要看美國新任的總統 他的決心程度是如何 因為美國要真的要換 年底要選總統 明年一月就上任了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他要 這個我們知道從事太空科研 包含登陸月球有三高 第一個一定是高科技 第二個一定是高預算 這不是便宜的 這花的錢下去是不得了的 第三個高風險 你要維持把風險的廣控壓到最低 要不然失賣那可是 我們知道這一次太空人 他就是因為他出了一些岔 那氦氣外漏 還有他控制的那個噴射的那個噴水 出了問題 沒辦法把它接回來等到明年 這就是我們知道這次的高風險 那登陸月球不能有任何差次 問人流在月球上怎麼辦 對 你包含氧氣包含它的水 一用光那就沒辦法了 是這樣 那就我認為這是第一個看 美國這一次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的決心 第二個願不願意投注大量的預算進去 因為這是要燒錢的 那第三個我認為是不是它的技術 我們可以看這一次這個 波音公司出了那麼大的疲漏 把人流到那邊 你也登陸月球風險比這個更高啊 那不一樣 從地球軌道再飛到月球 進入月球軌道 還從月球軌道脫離 然後再到月球表面 懷樂設施相反的方向 你要進入月球軌道 然後脫離月球軌道 然後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 然後再減速到第一宇宙速度 再進入地球軌道 是這個樣子 那整個來回 都有相關的這些技術跟風險在裡面 所以他認為要考量這幾個 那我們來看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今年6月 採取了月廊回來了 研究了 就是每一公噸的這個月廊 大月球的這個土壤 大概有6公斤的水 那這樣你就要去提煉 因為這個6公斤的水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這個規定的 這個要決定要三個技術 讓中國大陸能夠順利的完成登月 因為它是從2023年 去年就開始規劃 2030年要登月 那還有七年的 六年的時間 那第一個 它的3D技術能不能到達一定的程度 3D的技術能不能到達 將來要去練這些 提這些水 要3D一定要這個樣 不能在地面上通通用好之後問過去 那都非常重 非常複雜 第二個AI能不能更成熟 將來練這些水不是人氣練 是AI過去練 第三個我認為它的模組 以後過去都是模組弄出來的 不是在那邊悄悄打打 焊出來的 那模組的程度 有沒有成熟到一定的程度 就是模組都出來 那模組相關 跟模組相關的我認為 就是我們所講到的合成材料 因為不是以前像 阿波羅11 12 13 14 15到17 那麼重 笨重 越來越輕 那你這個越輕就是代表 合成技術越來越 越減變 越輕盈 這樣的發射成本越來越低 發射的風險也越來越低 你這樣的話安全係數也越來越高 是要這個樣 那中國大學在這一方面 我認為它目前看來 它是有互發的優勢 它可以把這些前面的經驗 同樣做累積 所以我們可以看 這是它到月球的背面 去挖這個越南回來 技術上就克服了 因為你到後面去一定要中繼 沒有中繼 地球是控制不住後面的 是這樣 它中繼還也很成熟 表示克服這方面的技術 那在正面上登月 那困難度我想要比它背面 來得安全跟容易一些 好 這一節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太空領域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EXX預計 8月26號凌晨會進行這個 北極新黎明商業太空的旅行 好 這個計畫是由NASA 阿波羅計畫之後 人類50多年來距離地球 最遠的一次太空旅行了 也是號稱人類首次的 商業太空旅行 會和SPEXX一起來合作 所開發出來的 這次的任務是有人負責指揮 還有一位是退役的飛行員的空降 他會擔任飛行員 還有一位醫療官跟一個是任務專家等等 一共是四個人 他們一起來進行達到為期五天的 這一場太空旅行 前往距離地球 大約達到1600公里左右的飛行軌道 這一次就會是首次的完成太空漫步的任務了 大家非常的期待這一場太空旅行 未來有機會逐步地往市場化 商業化來做推進嗎 他將為人類太空探索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 彤雯欣姐 馬斯克從他當初要投資成立SPEX 他的願望是什麼 他的願望是要讓人類可以在火星殖民 這是他的終極目標 他當初成立這家公司的終極目標是如此 但是他知道達成終極目標之前 我必須先做到我能夠獲利 然後持續往終極目標前進的方法 所以他第一步就是先去跟NASA談了一個 就是其實對自己不是那麼有利的合約 但是對NASA很有利的合約 就是我只有試射成功了 你才要付我錢 在我試射沒有成功之前 你不需要付我錢 那波音跟NASA的合約不是這樣 我試射成功不成功你都要付我錢 所以SpaceX從一開始 馬斯克其實對於太空探索這件事情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願望前景在那個地方 那他對於如何的腳踏實地去做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按照過去的軌跡來看的話 他既能夠冒險 但是他也可以知道說 他必須要有永續的一步一步要怎麼做 所以所謂的太空漫步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把整個他的夢想放到是在火星殖民的話 其實他還是很小的一步 距離那個要到火星探索 然後甚至於殖民 那還好遙遠的一條路才要走 那當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麼這個其實跟中國大陸在做 他的航海計畫 他可以一步一步往前進 然後包括了他要如何的在月球設置那個空間站 然後呢作為他進一步探空派所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站 其實是有一點點異曲同工之效 只不過中國大陸用全國家的力量 那SpaceX他現在必要想盡辦法 然後不斷的創造話題 藉由商業的方式 用資本市場的力量來達成他 所以他會不斷的創造話題 跟中國大陸要不斷的創造里程碑的方法 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比起來你會覺得 至少都比NASA或者是波音要可靠多了 就NASA的問題是 隨時可能因為政治的力量 說停就停 他是一個不牢靠的一個發展 因為他的政策不確定性很高 波音就不用說了 波音的問題其實真的是蠻大的 越來越多 我只能夠搖頭 我現在覺得說 波音的偉大不掉這件事情 恐怕反而是 美國在航空探索的過程當中 最大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 剛剛特別講到的波音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2006年開始 NASA持續的支柱SpaceX 包括有16億美元的 這個商業軌道運輸服務項目 那希望支持SpecsX 能夠運送他的貨物人員 到國際空間站的飛船 還有火箭等等 再由政府你去購買他的服務 所以看得出他們的關係 其實是很密切的 那接下來船出還可能會一起 來進行太空的救援任務 就是因為 陳如剛剛 鳳雲姐我們提到的這個波音 他之前在6月份的 在兩位太空人 本來是上國際太空站執行任務 但是卻發生了這個太空船故障 所以就繼續的停留 本來是停留8天 現在說要到8個月 預估到2025年才可能返回地球 好 一邊是NASA 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 一邊是波音也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 太空開拓者NASA 為什麼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 突破它的技術天花板 老師怎麼看 好 我想這個當然涉及到這個NASA 因為NASA現在它的這個叫做 商業的這個運輸計劃 是完全發包給這些私人的公司 它自己去宣稱它要做更高階的這種製造 但事實上它的這個預算 沒有辦法支撐它做更大規模的投資 其實美國的這個NASA計劃 從1960年開始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追趕蘇聯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是政府投了非常多的錢 在1965年那個頂峰時候 美國的這個NASA拿到了政府預算的5% 那麼我們以最新的這個政府預算來看 NASA只佔了美國政府預算的0.4% 事實上這個比NASA提出來的 還要少了2% 比NASA真正希望得到的少了9% 就是比 因為它這個政府 這個國會砍了2% 但是NASA本來期望的比它提出更高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 當然幾個重要的因素 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美國政府越來 第一個就是美國政府的這個公債 它今年初又再度面臨到 可能就是會停擺的這個危機 就是因為它這個債務不斷的上升 有可能會超過它的這個債務上限 所以這是第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當然它要砍一些不必要的項目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NASA的項目 是不是一個所謂不必要的項目 這裡頭牽涉到就是說 當美國現在面臨它國內面臨到它的這個財富 分配不均啊 收入不均啊 這種問題越來越嚴重 整個這個社會的激化 就會使很多人去質疑說 你政府投資了這麼多錢在太空計劃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解決這些貧苦民眾 或者失去工作這些人 他們的生活問題 解決幫提供這些貧窮家庭的學生的學代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當然就是NASA沒有辦法有效的去支撐它的計劃 畢竟你看它這幾年做的 主要能夠向國會交代的是什麼 预測颶風啊 或者是解決農業 就是協助農業的生產啊 這些跟民生相關的 那所謂在這個月球上長期駐紮 甚至要去更遠的行星去探索 這個大概很難通過國會的檢驗 好 所以說到底就是這個資金上的問題 另外一頭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同樣是在太空 我們看到是中國大陸的它的中國航天科工集團 宣佈正式啟動的是超低軌通搖一體的衛星星做建設 首發達到新計劃12月會來做發射 那超低軌道是指這個軌道高度是低於300公里的一個軌道 將衛星從傳統的近地軌道降低到300公里以下 成本第一通信的實言小 而且用戶終端小型化等等都是它的一個優勢 請教張靖老師如何看中方現在在超低軌道衛星 還有這個低軌衛星它到底它的戰略的策略是什麼 能夠帶來多大的效益 我在這邊要提醒儘管大陸的航天科技相當發達 但是在全球航天的資源規範的進場的順序而言 大陸其實是後道者我拿一個例子來講 當初這個北斗 北斗要發展的時候 這個就是說這個地球禁止軌道 那個都被註冊完了只剩三顆 所以它必須要用其他的科技 然後想辦法去取代 然後想辦法去達成 因為整個GPS系統都把它佔完 連頻率 當時國際電信聯盟 我們好不容易從航空導航坡道裡擠出一個坡道 然後在2007年的時候 北斗跟歐盟支持的Galileo系統同時申請 然後大家就開始比賽 然後2007年4月17號 這個2014年的4月14號才把這個就是這個打上去 那個2007年啊 這個就是說那個時候申請 再真正把第一個信號發回來的時候 剩到時間截止只剎幾個鐘頭 但是歐盟沒搞出來 所以它才佔了這個信號 所以現在這個大陸做航天師有很多 都是找西方飄盛下來的 然後這個其實是整個條件最差 但是它卻一定要把它做出難貨更好 所以為什麼現在北斗比GPS 或者說比Glonos或者Galileo 這個表現更好 而且更能用 其實這個大家沒有看出一點 大陸做這些所有這些東西 絕不耗大喜空 也就是說它不會去當冤大頭去砸錢 一定要想辦法能夠創造收入 為什麼呢 你必須錢滾錢創造收入 然後把它商業化 你才有後續繼續的動力 假如說你在那邊 浩大喜空做了個半天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繼續創造收益 你最後後續的力量就不夠 但是西方有很多它佔了很多的規範上 佔了譬如說很多衛星的位置先登記了 那就是佔住毛坑卻拉不出屎 然後沒有辦法創造這些收益 我們來關心到的是太空上面的消息了 這個是在4月25號當天 神舟10號當時發射升空 大家都還記得嗎 26日還有三名的航天員陳祖 入駐了天宮對接航天站 接著真的是馬不停蹄啊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展開的各項的任務 是在7月3號最新這一天 我們來看到神舟18號太空人陳祖 終於完成了第二次的出艙活動之後 隨即投入新一輪的工作 重點這一次特別擺在地面科研人員合作 要來完成全系統壓力應急的演練 什麼意思呢 就是模擬太空站真的遭到碎片撞擊 這一項任務他們把它取名叫做 天地聯動合作的這一項全系統壓力應急演練 模擬太空站在遭到太空的碎片撞擊的時候 還有面臨內部施壓情況的時候 三名的太空人員應該要如何來進行 相對應的緊急處置的流程 換句話說就是在這些深不可測的太空環境中 來測試各種的危機處理的應變相關能力 我們來關心的是神舟18號 陳祖要在太空停留 目前是說達到六個月的時間 三位都是80後的航天員 全力將太空站現在推升到發展階段 為太空環境的空間作物提供了理論支持 那麼從訓練的編排精準度 張君認為會如何來平行目前這個神舟18號 航天站的這項任務 我認為有三大任務 第一大任務是要為2030年登陸月球 那這個太空站是有它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指標 因為在上面的整個太空人的訓練 太空人的運作都要能夠熟忍 然後到達熟悉到一定的程度 因為畢竟登陸月球不是那麼簡單 已經人類已經40多年沒有登陸月球了 那現在要去登陸月球 還是會有一些風險 那這個時候你是不是要有這些相對應的 太空人的訓練 那在天空太空站 來做這邊相關的這方面的試驗 跟訓練還有去適應 那將來的登陸的太空人2030年 一定是從在天空太空站待過的太空人 為第一優先 不能說太空站都沒待過沒太空人 就直接去飛太空站 飛到月球去登陸了 這是不可能 一定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來適應的 從這個地方來熟悉 第二個我認為是 它的這些相關的物理跟化學的實驗 因為太空是零重力 那零重力的狀況之下 動物會怎麼樣 植物會怎麼樣 我們在地球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地球上沒有一個地方是零重力的 但是在太空中是零重力 所以這個地方 在地球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模擬零重力 我們試試看 只有在飛機短暫的時間上是零重力 其他地方沒有辦法 那在天空太空站 它可以長時間的零重力 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看可以觀察動物的狀況 植物的生長的狀況 一般來講我們在天空太空站 因為它的零重力人會長得快 人會長得高 因為我們看看為什麼人會垂垂牢蠣 除了是骨質的問題之外 因為承受了60年70年80年 是90年的這種地心力 你就變矮了 就是這是因為地心力的關係 在太空站不一樣 零重力人會 你看太空站 那個太空人在那邊待了一陣子之後 那回來的時候還長高1到2公分 就30多歲了還長高2公分 都早就定型了 那換句話如果是小孩子 然後長得更快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有一些 這些我們講的動物實驗跟植物的實驗 在地球上是沒辦法做 那太空站才有辦法做 然後觀察完畢之後 甚至這些醫藥的 化學的 我們講到化學講到醫藥這一方面 可能在零重力上 合成是最完美的 因為地球它會有地心力 每一個化學物質的比重不一樣 它可能會有一些沉澱的現象 那就沒有像地球那麼結晶那麼完美 可能是這一個 第三個我就認為 沒有 它現在要去維護這個太空站 因為我們知道剛才為什麼要出艙 它是出艙的話 我們知道整個太空 將來的太空的碎片越來越多 因為誰的人造衛星那麼多 不管通訊用的 偵察用的 軍事用的那麼多 在那飛來飛去 那現在還感覺到將來會更多 而且它有時候會爆炸 有時候會解體 那這個狀況之下 那時候會遭受碰撞 那個速度就是非常快的 這個是 講時速的話 都是一小時上萬公里 如果是講 講那個秒數的話都是超音速的 我們看現在的這個天空太空站 距離地球就425公里 它現在繞行地球的速度是每秒鐘 每一秒鐘就7.6公里 它每92分鐘就繞地球一圈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地球一圈是4萬公里 你就是它速度那麼快 對 那速度那麼快的話 那這些換加上太空的碎片 一砸到那不得了 因為它自己速度就很快 再加上另外一個太空垃圾 那相對的速度更快 那你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做粗艙 你是不是要做修復 甚至有的時候要緊急逃難 要逃生 如果是大型的話 我一撞上去那是不得了 那是太空災難 那是不是要做逃生 那這個話 它出艙的這方面的演練來修復 來把這些 甚至有一些鬆脫的 還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設備 要去做維修 維保 那畢竟這個是 還有太陽能板 因為它的人員是靠太陽能 那這些都要出艙 你不出艙不行 因為出艙的話 在裡面的是一大氣壓 在出艙是零大氣壓 是真空狀態 你看要怎麼去轉換 曾經美國的太空人 曾經有一次在出艙的狀況之下 快回不去了 因為一出來之後膨脹 因為外面是真空 整個太空一膨脹 快塞不回去了 非常危險 那這個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然後進去之後 又就進入從真空狀態 回復到一大氣壓 然後再解除太空裝備 所以是非常複雜的 風險也非常的高 我們這都有酸系 因為不然人飄走了 都有酸系在太空站上面 人在出艙 怕人飄走回不來了 是這個狀況 相關的這些訓練 都是在天空探空站都要完成 完成相關的才能夠到 我就認為最重要 就是我剛剛提到第一點 這是2030年的登月 因為這個時候 是要進入第二宇宙速度 因為現在只有在第一宇宙速度 因為在地球軌道 每秒鐘7.6公里的速度 那到第一宇宙 第二宇宙速度之後 要加速到每秒鐘12公里 那更快了 將來脫離地球軌道 進入往月球奔送 往月球奔送 往月球進入月球軌道 月球還要捕捉 因為月球的地形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它大概每秒鐘兩公里 小於兩公里才可以捕捉 要不然它會飛出月球軌道 這方面都要去模擬去訓練 那在天空太空站 是最佳的模擬跟試驗的場所 也是培養登月太空人最佳的場所 所以在這方面一直備受矚目 好 在練習這個緊急逃生上面 最終的目的就是2030年 要實現中國人登入月球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注到 接下來是不是會有人類太空移民 要實現這些東西之前 我們要先來關注 又做了哪一些努力 在接下來的載軌駐留期間 神州18號的陳主將會展開 總共多達90多項的試驗 這當中包括會達到實施6次的 載核的負貨物氣雜艙出艙任務 還有2到3次的出艙活動 特別要實施的是 國內首次在地球軌道研究水生的生態 主要以斑馬魚還有金魚藻為研究對象 實驗的是在太空培育脊椎動物 好 這個是關於動物方面 剛剛將軍也特別提到 這個動植物都要 所以呢 還有植物的方面要來 首次的植物精尖幹細胞功能 載軌做研究來針對這個植物 進行對重力的一個適應機制 我們現在來看到 神州18號在太空培養這些動植物 等於是說在為未來的人類 如果我要做所謂的太空移民 來先做準備嗎 劉大使如何解讀 當然這個是很多目標中間的一個 對 因為我想就是說 人類的科技發展是永無止境的 如果在太空上面這個探索的科技 越來越成熟的話 人類可能是可以往其他的星球去移民 去求生存發展的嘛 以前我們小時候看的很多科幻片 都是在描述這樣一類人類科技的發展 尤其探索外太空 太空這種 所以中國大陸事實上 現在是一步一步在實現 人類的這種夢想 探索科技的那個 它的極限的領域 那這些就是說 神州18號它這次帶上去的 這些實驗艙的裡面 它有一個項目就是 水生生態研究項目 那其實它其實帶 這個水生生態研究項目 它裡面有兩種地球上的生物 一種是魚類 一種是藻類 植物 所以又有動物 又有植物 那它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來做的 那麼為什麼挑選這兩種生物呢 一個 斑馬魚 另外一個 斑馬魚藻 斑馬魚是動物 那麼 斑馬魚藻是植物 其實這兩個有共生的關係 因為它這個實驗 在這個太空艙裡面 它必須要在密閉的空間裡面 它不能敞開口 那所以斑馬魚是可以在密閉空間裡生存 而這個金魚藻也可以 在密閉空間裡生存 這是一個條件的問題 然後斑馬魚它可以藉著金魚藻 可以藉著斑馬魚排出的二氧化碳 獲得養分 獲得生長 所以這個是一個兩個共生的 可以在太空共生的一個生物 一個植物 一個動物 那為什麼會 另外會有講斑馬魚 因為斑馬魚雖然是魚類 可是它是屬於脊椎動物 脊椎動物 所以事實上它在這個科學實驗 尤其生物實驗裡面 它是非常受歡迎的一種魚類 不僅是在太空做地上上也在做 它可以研究怎麼樣 就是說脊椎動物的發育 還有它有關的基因功能 甚至生物體它再生能力的一種研究 所以它事實上可以 因為它是跟人類比較 人類也是脊椎動物 所以它雖然是魚類 那麼它是有很多研究的價值 科研的價值 那再加上這個金魚藻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事實上這次神舟18號 只帶上四隻魚 那目前研究的成果還沒有出來 那不過已經有一些訊息 我看已經在做不如 就這個魚在那個太空的環境裡面 它實際上出現了一些比較 在地球上比較不會出現的一種行為 一種是什麼 它腹背會顛倒的游泳 它會倒過來游 人家是正的游 倒過來游 然後它會迴旋運動 然後它還會轉圈 那這種一種變成是一種 定向的一種行為 是比較異常的 這是他們現在發現的 當然就是說動物跟植物 在過去一些研究的 它在太空裡面會長的會比較大 我看了別的報告 就是大陸之前 戴在太空裡面試驗的一些植物 長得都被地下大了好多倍 那原因可能是因為它是一個 比如說它是一個微重力的一個環境 它沒有這個 它的壓力是不同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它有輻射 在這個太空中的輻射量 跟我們在地球上不一樣 那個溫度也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其實你把不同樣一個東西 放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那出來了它的成長結果 所以有生命的話 成長結果可能是不一樣 對不對 像可能在我們這個從小 我們在台灣我們比較吃素的 小孩子肌肉可能就沒有給它放到那個 去吃牛肉羊肉的 吃肉類比較多 它那個肌肉比較強壯的 都有可能 所以環境是影響生物的成長 這是一個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定律 所以大陸在做這邊很多的研究 那它是這一次放在這個問天艙 這個是一個實驗艙裡面 它有特別一個實驗櫃 就是在做這一次的所謂的 載軌水生生態實驗研究項目 那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國際上首次實驗的植物 精兼幹細胞功能載軌研究 那目前它的研究成果出來 報告並不是很多 我想最主要這種研究 就是要把這一些植物 它這個幹細胞 它放在太空這個環境裡面 來看看它成長或者它發育 它的整個這個演化過程有什麼不同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極有意義的 對於人類未來可能就是說 在月球上生存 甚至到其他星球上生存 我想這都是很重要的基礎研究工作 那當然如果說 將來如果說 這個好在月球上 我們種稻米 米一顆都是由我們十倍大的化 那說實話 人類的糧食問題 可以獲得一點解決啊 對不對 所以這都是我覺得科學 是永不止盡的 所以我很覺得蠻驕傲 就是說中國人在這一方面 已經走到前緣了 已經走到前緣了 那這個是炎黃子孫共同的光榮 好 除了做這個動植物的科研 有助於未來實現中國人 登陸月球之外 我們也來看到中風計畫的 2030年代建立一個 可以運作的這個叫做 永久性的月球基地 相比太空站的部分的話 這個登月的航天員 需要掌握 包括了單周載人飛船 還有揽月月面 著陸器正常 以及緊急情況等 情況下的操作 另外一頭米來關心到美國呢 目前也在預計 說2028年 就能夠來對接月球太空站了 目前的進度稍微落後 我們請Ross來幫我們看看 原因為何 某個程度上是政治的問題 我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如果總統沒有親自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那進展會很慢 如果回到60年前 那個時候 卡納地總統說 我們10年以內要登月球了 我們就美國就走到了 但是不管是歐巴馬或川普 甚至拜登 他們很少講到這個議題 所以資源不夠 然後政治也對這些 政治人物有點沒興趣 或沒有常常講或施壓 那另外是川普執政的時候 他把部分的資源放在 這個所謂的太空軍 Space Force 那美國不管是太空巿或太空軍 他們還在做這個資源的分配 這個任務還沒有結束 所以很難給這個 這個2028年的計劃 足夠的資源就對了 政府把資源放在太空軍 那另外一頭 這個宇宙任務 就交給億萬富翁馬斯克 他的SpaceX的這個計劃 是叫興建火箭 那為什麼國家級的任務 會現在交給一個人來負責 因為過去很多人認為 太空巿 那就是美國的NASA NASA 做事情太慢也很貴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概念 就是交給企業界 或許會做得更便宜 也會做得更快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 而且我們知道 比如說美國買武器的時候 企業界也是提供武器 對不對 但是常常是 delay 常常是比原來的價格 會貴一點 所以不一定把台孔這些相關的建設 交給企業界 會做得更快或更便宜 後來發現其實沒有做得到 所以SpaceX這個東西 確實也沒有做到當初預期的嗎 可以這樣說 好 世界強權的太空爭奪戰 現在中俄的威脅升高 大陸已經遙遙領先了嗎 講的就是北斗的導航衛星 現在它一天的使用次數 超過了6000多億次 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全球的導航霸主嗎 就連嫦娥6號 都已經成功採樣回地球了 但是美國的百億探月計畫 最新消息胎死腹中了 我們來看看這場 中美之間的太空角力 好 先來看到美國又指控了 美國現在又說話了 美國的國防情報局局長這樣說 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兩國 使用了反太空能力的意願 越來越強烈 這讓他們覺得太空也陷入到了 下一個危險禁定了嗎 那美國的太空司令部的司令 也這樣認為 他說中國大陸正在太空當中 建立一個所謂的殺傷網 過去6年 他們在軌道上的情報啦 監視啦 偵查的衛星數量 已經多了兩倍囉 目前大陸已經擁有了 數百顆的衛星 但是對於這樣的指控呢 大陸也要回應了 大陸的駐美大使館發言人 就這樣說 說美國你偶爾也都在編造一些 所謂的中國大陸的外太空威脅 但是其實你的證據在哪裡呢 其實這些都是美方要謀求 稱霸外太空製造出來的藉口嗎 我想先問一下院長了 每一次喔 這個美國就冠上這樣一口的太空威脅論 就是指控中國大陸啦 就是指控俄羅斯 三不五時就來一下 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怎麼看 真的有掌握到證據嗎 還是說這只是美式霸權思維 現在也蔓延到了所謂的外太空 兩個都有 都有 他當然他看到了這個情況 現在是說中方 而且是跟俄羅斯呢 他是合作的 然後呢 來對付美國 那這個東西就 這個讓美國呢 他當然 感覺大條了 對對對 看起來就膽戰心驚啦 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的這個獨佔的這種地位 要被他們兩個所突破 而且可能會被取代 那這裡面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這個中方的這幾個發展啊 確實是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他這個 嫦娥五號呢 是2020年 那今年是嫦娥六號 五號是沒有人的 六號是有人的 而且呢 他們這個都怎麼樣呢 跑到這個月球的背面去 這個是人家做不到的 尤其這個東西我看 美國可能一看到這個東西 他就覺得 這個壓力很大了 壓力很大 還有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北斗 北斗是什麼時候 北斗是2020年 2020年以前啊 中方還一直在加緊加緊加緊 後來就搞出來了 那搞出來了以後呢 當然他就可以跟這個GPS 我們就可以來相互的較勁一下 因為以前中方都是用美國的嘛 那美國如果說給你控制一下的話 那你就完全就瞎眼了 那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呢 他也突破了 那所以說 總的講起來呢 我是覺得說呢 現在的這個情況呢 有一點像什麼呢 像這個 後發先制 或是後發優勢 意思就是說 他起步的比較晚 他雖然是60年代就開始了 可是那個時候60年代 中國的那個力量是太弱太弱了 他最近的差不多20年 他快速的追改 快速的追趕的結果呢 就使得現在呢 又是美方呢 他們確實感到很大的壓力 NASA有一陣子他停掉了 那為什麼停掉啊 他說我錢不夠 那中方呢 就暗地的 啊 鴨子滑水 鴨子滑水 現在竟然冒出來了 那所以說現在就使得 美國呢 開始說我也要開始要追趕了 再不夠就要趕快投入了 對 那就要看啊 看到你兩邊的這種 人力財力到底誰比較強 像以往 美國是長勝軍 他用這個 譬如說我們講前這個新戰計劃 把當時蘇聯打垮了 因為你搞一個新戰計劃 你蘇聯要搞一個 結果蘇聯一搞的 錢不夠 結果它裡面的一大堆問題就出現了 那現在呢 好 那就看到 這個美國跟中國 中國加俄羅斯 那這等於說三個 或者說是雙邊的這種 這種競爭 甚至可以說是鬥爭 到底要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倒覺得啊 現在美國呢 可能 一下子還佔不到優勢 是 意思就是說 中方這裡呢 長期的慢慢的經營呢 開始從點線的這種突破 開始要慢慢慢慢 到一個面的這種情況了 那這個東西我覺得 美方確實是感覺到 啊 這個心裡面是 非常非常這個優利的 是好 那我們來延伸一下這個話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就比較一下好了 大陸現在是北斗 那至於中方是怎麼講的GPS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最新的數據公布 這是大陸自己中國的航天科技集團公布的 現在中國啊 在整個載軌衛星的數量 已經超過了900顆 好 現在是世界第二咯 它提供的服務有什麼呢 有通信有導航有搖桿這些領域 其中關鍵就在於這個北斗的導航衛星 一天的使用量次數超過了6000多億 已經僅次於美國的GPS 它現在是全球的四大衛星定位系統之一 介紹一下北斗衛星的這個相關系統的內容 它是大陸自主建設 而且出來營運的這樣一個全球衛星的導航系統 它能夠定位 能夠導航 能夠受食全球的服務能力 而且規模已經開始市場化了 產業化了 國際化了 基本上它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我想問一下艦長了 看起來現在確實全世界還是GPS用的比較多 但是不要忘了大陸真的集體直追 所以在未來的幾年發展之下 北斗有沒有機會成為接下來 下一代全球的導航霸主 假如我現在直接跟你講說 是的 會的 一定的 那是我的政治信仰 你知道嗎 你這個信心這麼高嗎 其實評論這些東西不要用這種情緒性的 我現在告訴以下幾個數字 大家注意去看 就是你用這些實際的數字去評一下 第一個 這些北斗也好 GPS也好 它在整個地球軌道的衛星的數量 就是GPS或是北斗的衛星數量 這是決定它的涵蓋度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北斗目前是55顆 GPS是31顆 你就知道它比它涵蓋的多的 除了這個涵蓋的多以外 第二個 它有一個作業的軌道 因為所有的東西在外面 它通常是固定在某一個距離的軌道 GPS通通在一個軌道 北斗在三個軌道 我說三個軌道有兩個高度 還有一個是在圍繞著這個尺道的 這個固定的位置不動的 還有一個是這樣子轉的 它有三種不同的軌道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的東西 就是第一個 北斗涵蓋一定遠比GPS要更廣 GPS可能很多地方你收視收不好了 北斗遇到這種狀況不太多 它大概從南極到北極 什麼地方它大概都可以涵蓋到 這是一個第二個 它比較穩定 它通訊蠻穩的 因為太多了 就一下有時候你看我們用GPS導航 這怎麼斷了 為什麼 因為被大樓遮住了 那北斗被遮住的機率就不大 是 然後又因為它多有不同的軌道 所以它抗干擾 就你如果敵人想要去干擾它的 困難度會超過干擾GPS 像GPS在俄乌戰場裡面 俄羅斯就來干擾美國的GPS 很多地方就成功了 加上有一天它想要去干擾北斗的話 它的難度會比較高 這是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北斗提供通信 它可以通訊 它是一個通訊衛星 那GPS沒有 GPS基本上就發個信號給你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三個東西下來 哇 它通通比較厲害 這是具體的數字 那為什麼中國能夠這樣子超弦呢 剛剛院長說的是 真正關鍵 它就是後發現制 這兩個系統的研發時間差了27年 你是不知道27年前你的手機什麼樣子 對 根本沒有這種智慧型 對 你知道差有多大 就現在的同樣這個體重器做的功能太大 那它因為後來發展 所以它都比GPS要好了很多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GPS誰是世界的領頭羊 美國 是不是 美國做得最好啊 但是為什麼美國做到今天會被中國超過去 因為中國在模仿它 好 你知道嗎 是 因為叫做不必萬丈高樓都平地起 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 是最快的 好的確 那美國的這個發展又如何呢 我想跟教授一起來看 我們講的就是在NASA NASA現在一個關鍵的最新宣布了 它之前說要探月 但是現在這個規劃超過百億台幣的探月計劃 它喊咖了 它胎死腹中了 理由是什麼 第一個它說成本超值 再來它說進度延誤 所以這個viper月球車計劃現在要喊咖 簡單介紹一下viper 這個耗資4.5億美元 本來說要探索的是月球的南極 要找兵要找資源 它也可以為將來就是太空人的阿提米斯計劃來做鋪路 那NASA也否認了 NASA強動物這次都推出了 我也不是說我不做 我不玩太空了 沒有 只是說它接下來要做其他的商業的服務 那透過新的整個商業的整個月球的載運服務計劃 跟太空的行業合作來往下走 能夠擁有更強大的科學計劃跟強大的月球登陸能力 所以教授你怎麼看 你怎麼來比較 美國NASA現在的這個政策會不會讓它影響它後來的發展 這個政策告終 其實我坦白講就是說 其實是有相當程度遺憾的 但就是說確實也是不得不然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計劃來講的話 它的成本越來越高 而且進度不斷的推遲 本來他們考量是說 2023年的話就要把這個viper 也就是那個我們所說的月球漫遊車 或者是極地探測車 或是極地探測機器人等等 Anyway 它就是一個viper的一個概念 2023年本來要把它送到月球 那但就是說現在又延遲到 2025年的一個9月 所以等於就是說 它的一個成本 不斷的燒錢 越燒越多 基本上來講的話 已經是一個無底洞的一個概念 而且這個計劃又不斷的一個推遲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你要知道計劃不斷的推遲的話 它會對其他的一些相關NASA的計劃 產生一定程度的一個排斥 或是排擠這樣的一種負面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呢 這個計劃的一個告鐘 確實是在相當程度的一個脈絡中間 剛剛事分也有特別講到就是說 這個月球漫遊車或是極地探測車 它是希望能夠到月球的一個南極 去探測這整個冰層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源 它也希望為這整個阿提米斯的一個計劃 提供那個載人的一個計劃去做一定程度的一個鋪路 那但就是說呢 現在這個VIPER的一個計劃寒卡之後 確實也就衝擊到阿提米斯的一個計劃 那反觀中國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說的話 近年的一個成果 確實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顯著性 之前我們一直討論到這個嫦娥六號 這個嫦娥六號來講的話 因為中國一直是在月球的一個南極做登陸這樣的一個動作 也帶回了一些相關的礦石 而且它現在呢 也把它的整個太空計劃 劍指火星 希望能夠探測就是說 火星到底是不是和人類居住 那除此之外 中國大陸也跟俄國有一定程度的一個 在太空計劃上面的一個合作 比如說他們兩國也號召好 其他的一些國家去參加這個 國際月球的一個科研戰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劃 那除此之外 我們剛剛也有講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的一個北斗系統 現在也能夠跟美國的GPS 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抗衡 特別是 中國也有學者提出就是所謂的一個 月球經濟帶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論述 所以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這整個太空的一個計劃 或太空的一個探勘來講的話 它其實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在走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相對於美國 NASA的一些部分計劃 喊卡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我就認為據說 中美在太空的一個較勁過程中間 或許會有明顯的實力消長 好的確 那看到接下來這個太空站 看得出來中國大陸跟美方 還有很多的競爭路要走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謝謝你 订阅設廣告馬上 gefunden 正adows 打掌描 防派 已經ously little 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